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啰 大家好 我是其中 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视频 是讲我们马来西亚今年的国庆 第一次有五龙五十 也第一次放中文革 我在我这个视频里面 我有提到一点 我就说可能 安华这个突如其来的举动 可能会得罪了一些 一些比较种族极端 种族极端的马来同胞 可能觉得 会把这个东西解读成 安华政府在向华人下跪 在这里 其实我想对 有猪同胞说一句抱歉 因为 我今天看了整个网上 我发现到 其实有一批人比我 我所想象的这些有竹 还要极端 今天网上 出现了一大半酸民 而且这些酸民 全部跟我一样是黑头发 黑眼睛黄皮肤的 都一样是华人 反而 我们的有竹同胞的反应 还没有这么激动 今天就是一大堆这种 网上的华人酸民 超级的激动 而且酸闹 我隔着一个屏幕我都可以嗅到酸味 我跟你讲 不用问神都知道 这些华人酸民 全部都是马华 国盟枪手 其实我觉得很好笑 现在马华跟国盟 本来就属于两个不同的阵营 但是马华跟国盟 根本是一个逼拱出器的 连他们的枪手都超级有摸击的 然后现在整个马华 都拿着国盟枪手的明具精华文章 还有视频 他当做圣经来读的那种 我才觉得厉害 马华跟国盟就 已经画上一个等号了 马华等于国盟 国盟等于马华我讲了 OK 好 所以马华国盟枪手呢 今天呢就针对这个事情啊 酸到不能再酸了 OK 而且他们酸的内容也非常的好笑啊 大致上就是说 哎呀 安华啊 在演戏给我们看啊 然后呢 就放一首中文歌啊 然后呢安排一个五龙五十 哦 他之前做的所有事情啊 你们华人都可以原谅啊 是吗 这样小小的 小恩小费就可以收买掉你华人的心了 是吗 哈哈哈 OK OK 所以我们退一万步讲了 啊 既然你这么有意见的话 这样OK咯 明年我们的这个国庆日 我们就不要放华人格 不要放五龙五十咯 是吗 你看到时候他会这样讲 哎呦没有天理咯 天理不容咯 我们本来好好放这中文歌 好好五龙五十咯 现在这个安华啊 啊 竞争保守竞争极端 把我们的五龙五十给拿掉 把我们的中文歌给拿掉 你说了哈 这种政府哪里可以不给他倒 是不是 到时候又要讲这句话 是不是啊 所以呢我觉得啊 这些了 酸民啊 他们很好笑的一点就是了 啊 平时 啊 风平浪静的时候 你们在那边鸡蛋里挑骨头说 这个安华政府 竞争保守啊 竞争极端啊 不够开明啊 现在开明给你看了哈 堂堂一个国家的国庆庆典 放中文歌 放五龙五十 然后你说 哎这个东西啊 他是在演戏罢了哈 然后呢 给你这样小恩小费 就可以收买掉你的华人的人心了哈 这样 现在到底是 应该不应该放中文歌 应该不应该放五龙五十 啊 如果明年拿掉的话 你一定靠给靠不饿 啊 所以怎样做都是错了 你知道吗 OK 我直接跟你讲啊 这个安华呢哈 你人还存在这个市场 你还没有进棺材啊哈 你都是错了啊 OK 所以这些酸民就是这样 当然 他们是服务于他们的政治动机 他们的政治动机就是 西盟必须倒台 国盟必须上台 然后马花才有机会 入阁吃香荷了 至于那些国盟枪手 有什么好处我是不知道啦 但是我知道他们不需要移民啦 啊 OK 啊 所以 所以呢 这些酸民呢 啊 很好笑的 你问回他们啦 OK 安华 他现在 放这个中文歌 放这个五龙五十 你们不满 明年我拿掉咯 可以吗 明年拿掉的话 我都已经可以expect 你们要讲什么了啦 是不是 天理不容啊 好好放这中文歌 好好的五龙五十 被你们啊 无端端拿掉 你这就是竞争保守竞争极端啊 啊 开明也不行 不开明也不行 哈哈哈哈 所以啦 我告诉你啦 这些国盟马花相守啦 做酸民做到这样的程度了 哈 已经是啊 呃太难看了 老实讲 太难看了 啊 啊 OK 啊 每天在骂 我们帮西蒙洗地 你们何尝不是在帮国盟洗地了啊 OK 国盟做什么事情都是没有错的啊 国盟啊 在他们那周 怎样到新历史没有错的正常发回来的啊 OK 一切都是这个中央政府没有去阻止啊 你没有去阻止这个国盟到新历史 这是中央政府的错 哎 当地政府是没有错的啊 所以啊 呃这个地也是洗到很干净啊 啊 OK啊 怎样都比我们干净啊 啊 OK 好啦 So 总的来说啦 一句啦 哈 我还是很想问回这些人啊 请问啊 现在 安华 在这个国境庆典 放 中文革 五龙五十 错在哪里 哈 如果你觉得错的话 明年收回去咯 好吗 哈到时候 你们 会靠北靠布啊 啊 现在先回答我一下啊 你们假设一个情况 明年 我们 按照你们的要求 我们收回去啦 明年你们打算讲什么吗 哈 好 今天我就跟大家分享到什么为止 谢谢大家 拜拜